一切皆有可能,五星巴西如果败了,这届世界杯你还看吗?岛屿,众所周知不论你是否懂球,都应该听说过巴西队,桑巴军团的实力,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本次世界杯巴西凭借预选赛一波九连胜,提前拿到了出现名额,在球星内玛尔的带领下出征俄罗斯,巴西队是一支得得五次世界杯冠军的球队,在世界杯的战场上可谓战绩卓著,然而在这片战场上,他们也有戏刷补表的耻辱。 上一届在巴西本土举办的世界杯,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德国七比一狂虐,创造了今天的世纪惨案,因此本舰世界杯巴西队,不仅仅需要获得普通的胜利,他们需要向冠军冲击的同时,有机会遇上德国一雪前尺。 那将是非常完美的一幕,常言道,一切皆有可能,本次世界杯依旧充满了激情、惊险、刺激和魔性,主班国俄罗斯两场疯狂打进八例进球,积分进球高居榜首,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场的疯狂对攻,带给人们无限惊喜。 C罗超神表现让人折服,连续两场打进四例进球,高居射手榜榜首,被大众看到的德国无法打破魔咒,出师不利,球王梅西的点球不进又让多少人心碎,更加让人心碎的是昨晚的阿根廷0-3被克罗地亚打爆,梅西的表现再次让球迷失望,总之本舰世界杯精彩不言而喻,但大冷门也让许多的球迷表示看不懂,言归正传。 巴西在本届世界杯同塞尔维亚、瑞士、哥斯达里加一同分在了一组,不得不说在分组上对于巴西而言是非常有优势的,然而首场比赛并没有打出风采,被表现不错的瑞士逼平,目前仅仅凭借一进球,以及分排在小组第二,今晚8点巴西和哥斯达里加将举行小组在第二轮比赛。 对于巴西而言这是取得胜利的一次绝佳机会,但你不可否认哥斯达里加的实力,谁都知道他们可是上线世界杯的大黑马,一路挺进到八强,最终因点球大战败于荷兰。 由此可见巴西想要取得胜利并不轻松,在一切皆有可能的情况下,桑巴军团吃力也是可能的。 那么如果五星巴西今晚真的败了,这届世界杯你还会看吗?个人认为答案毋庸置疑。 首先我们都明白,能够打进世界杯的32支队伍没有哪一支是弱队,战斗到今天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亚洲球队正在崛起,传统意义上的各大豪强实力依旧但让人们无法琢磨,更多其他球队正在全速变强等等。 俗话说,胜败乃兵家常事,即便巴西队真败了,那也并不影响我们观战世界杯,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大冷门,不是吗?